我們說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裡面的靈魂人物 其實是飯店總管跟門房 我們說本週另外一部芯片是白宮第一管家 其實角色是 原型是非常非常像的 但是這兩個呈現的方式非常不同 那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白宮第一管家是什麼樣子的故事 白宮比較吃一下白宮第一管家就沉重多了 因為畢竟他是有一個歷史脈絡在 他的脈絡是美國整個黑人的民權運動 這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很悲慘的小孩子 他小時候就在美國南方棉花田工作 然後他的爸爸就是被害死了 他的母親發瘋了 於是他就來到華盛頓 然後在一種因緣際會之下 他進入了白宮當管家 於是呢在之後的大概幾十年當中 他幾乎是見證了整個美國歷史 以及美國的人權運動的歷史 比較特別的是就是說這個角色 他帶著一種很奇怪的一個特質 就是說他有一種認同的不確定 他是一個黑人 他是受到整個美國主流社會歧視的一個人 可是他卻在一個代表國家的一個地方工作 就是說他每天面對的人都是他的敵人 都是整個那個壓迫他的人 那可是呢這些人呢 確實他跟他生活息息相關的人 甚至對他有一種感情存在 所以說我覺得劇中有一幕是他 後來他被邀請參加一個正式白人的盛會 他開始覺得不自在 他開始覺得說這個事實上 這個整個整個社會主流 我覺得這個美國白人事實上是讓他感覺不自在的 這個故事當中他有另外重要角色 重要角色就是他的兒子 他兒子就是跟他不一樣 他就生長在一個衝擊的年代 他就是深刻的面對到黑人 整個世代中受到壓迫 他覺得就是要反抗 可是他辦法就不會這樣 這個主角他不會這樣子 他對這個美國還是有一種 因為工作的關係 工作的關係產生一種很奇妙的情緒 所以說這個角色的衝突 在這部電影當中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戲劇性的元素 在這部電影當中是飾演這個管家 男演員是弗雷斯惠特克 他演過 前陣子演過一個最後的蘇格蘭王 是有入圍奧斯卡 其實我想到我以前看一部青春片 那時候呢 西恩潘演一個少年 在一個高中 那裡面有一個黑人少年就是他演的 是 那時候他很親嫩 那在他的演藝生涯當中 他演過非常多的不同風格不同的角色 譬如說他演過那個賈牧許的那個鬼狗殺手 他演過 尼爾喬登的那個哭泣 Crying Game 哭泣遊戲 他就他嘗試各種不同風格的角色 那他事實上他的臉是有一點怪怪的 似乎有點不大那個怎麼樣 不大平均 對稱 對稱 對對 可是在這部電影當中 這部電影當中 他演得非常的驚人 因為他必須要從年輕演到老 這個年輕演到老的過程當中 他經歷了非常非常多的情緒轉折 他有妻子 有兒子 還有兒子 就是失去兒子 這種種的過程 他都必須要靠他的那個演技來演出來 所以說這個角色 是一個蠻具挑戰性的角色 那其次就是說 飾演他的妻子的演員是那個 鼎鼎大名的歐普拉 對 那歐普拉我們大家知道 就是說他是一個著名的脫口秀 他主持一個脫口秀節目 口差非常好 在這部電影當中他演一個 他演就是這樣一個妻子 他是一個不是很愉快的妻子 因為他的丈夫經常不在家 他的子女也有問題 他的兒子叛逆 另外兒子想當兵 這個角色也是非常的多層次 另外就是飾演這個管家母親的 瑪莉亞凱莉 我們都知道瑪莉亞凱莉是一個女歌手 她唱歌很喜歡 萦繞不旋的轉花腔 我們上次 我們之前曾經看過他演的真愛人生 那真愛人生導演也是這部電影 也是同一部這部導演 也是講黑人的心三十 那在這部電影當中 瑪莉亞凱莉出現的那個 鏡頭並不多 幾乎是一閃而過 可是他那張臉讓人難忘 瑪莉亞凱莉 不知道為什麼他演 就是他演戲的時候都會散發出很奇妙的魅力 讓人家很吸引人 所以說這部電影的演員 事實上也是蠻值得注意的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在店裡面的幾個總統 就七任的總統 對 那個總統有艾森豪有詹森有尼克森有什麼什麼的 甘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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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乃迪是那個X-Men的小帥哥演的 其實演得蠻像的 那 Robin Williams演那個 艾森豪 還可以 不過我覺得最好的是那個什麼 是那個雷根跟南希 演雷根是那個Alan Rickman 他真的他的側面看起來就是跟雷根很像 那至於演那個雷根的妻子南希的是真方達 我們都知道真方達是那個最反那個雷根 然後他在這部電影當中要演一個雷根的妻子 太太 對 我之前有一幕是他就是對鏡頭看了一眼 露出一個很賤的表情 那個我想他演這部電影應該演的一個是很過癮的 其實剛剛小摩就講到這部片其實很重要 還有很感人的一部份就是他講了整個黑人民權運動的一個過程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白宮第一管家 他想要呈現的哪一些重要的精神呢 我想應該還是這樣就像所有的歷史電影一樣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記住過去的歷史 記住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我們現在都很喜歡聽 我們現在黑人在留期文化中影響力非常大 我們都聽嘻哈音樂 整個什麼什麼都在 可是這部電影可以讓我們透過 這樣一個故事我們知道說 嘻哈音樂當中的一些吶喊是怎麼來的 就是說這他們的吶喊並不是空穴來風 是有歷史脈絡在的 我想這部電影主要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說反省歷史 不要再重複歷史有錯誤 那小摩自己個人呢 喜不喜歡這部作品 或是你自己個人的心得有哪些 其實上這部電影是一個非常感動的電影 就是說因為我們大概我們都會知道一下 我們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會知道一點點 美國黑人的事情 那在這種很基本的一種認識之下 去看這部電影我們會得到很大的感動 尤其這部電影很跨了幾乎整個二十世紀 就是說整個二十世紀也是 離我們最近就是幾乎是剛剛過去那個世紀 那美國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那我們看這部電影我們幾乎是把美國的歷史 也不能夠說很完善 就是說有一個在一個黑人脈絡形象 做了一個回顧 好 那今天先非常感謝小摩 幫我們介紹這兩部新作 謝謝小摩 謝謝